全職媽媽沒有時間投資 ETF或是她們入門投資的其中一個最佳工具 今集請來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雄 用3分鐘為媽媽們量新設計 ETF投資策略 全職媽媽一般都要全天好感照顧小孩 Kimi說她們不適合投資衍生工具 ETF反而最適合她們 對於一個全職媽媽來說會有好處 因為她們都可以看好那個板塊 可能在半年時間的成長期 所以不用獨立選擇股票的影響 買一些類似科技股的ETF 因為始終要減息 就會對科技股的好處比較多 她們要做一些R&D、融資、研究開發 一減息就會有你科技版法 然後減完第二季 我就會覺得開始做一些比較低估值的辦法 就是中港股市 港股也有一些 例如追蹤著A股 或者是護心300相關的ETF的指數 都可以去考慮 近期表現強勁的印股和日股 相關的ETF都可以是全職媽媽的其中一個考慮 不過Kimi就提出了這個憂慮 一般的全職媽媽來說 她們對於日本或印度股市是不認識的 當沒有安全感的事情 你就不會想去做 因為日股和印度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現階段我就覺得 如果想著第二季到全職媽媽開始做理財部署 應該避開這些板塊線 但日本股市我們都會長期看好 因為最重要是股神巴菲特已經有珍持 大家都知道是長期投資者 我們全職媽媽都是長期投資者 所以其實是可以再看入本股市 不過現階段這個 starting point 你去進入就比較遲了 至於最大的美股市場 Kimi說美股開盤 一般都是媽媽輔導小朋友功課 和安排小朋友作息的繁忙時間 所以建議他們部署 具長線投資價值的大型美股 大家一定會想起AI相關的板塊 其實我們都看好AI相關的板塊 也會覺得是一個長線投資的機遇 但最近因為都看到美股七大的巨頭 我們叫做美股七紅 其實都回落了很多 是一個好的契機來的 對於全職媽媽來說 今年我們看美國總統大選年 總體上來說美股是向好 不過第二季度我們就覺得會稍作休息 第三季度會再次向上 所以我都會見一些全職媽媽 如果你真的對美股是比較大的信心 有興趣 看著第二季度的低位的時候 繼續去買回 買回一些已經跌下來的美股七紅 譬如現在跌得最多的 就是Tesla 和蘋果 下一集 Kimi還會分享另外兩項投資 全職媽媽一定要知道 還會分享外匯操作策略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